大家好,我是博客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洛阳的一个工业的文创园 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厂区改造成的一个文旅的项目 马上我们进去带大家看一下 进门这边有一幅很大的一幅宣传画 这画的是毛和他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还有人对毛的这种 革命和暴力这么崇拜 用来宣传和教育现代的年轻人 这也是一件真的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 镰刀斧头枪 充满了暴力 一个查社 好像也没有开门 这是用以前的拖拉机做装饰 密室逃脱 也关门了 这有一个天品店 也没有开门 一个大的标词 一个大的标语 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关键是不忘谁的初心 初心是什么 这个很值得思考和回味 是什么 就是这个标语的地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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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挺大的一个酒店 专门办婚礼用的 甚至华尔堂婚宴主题酒店 看一看这个招聘 基本上也体现了洛阳的基本公司水平 有一个坦克的模型 可能是用来吸引小朋友吧 为什么要用这种崇尚暴力的手段来吸引人呢 看一看 看一看 这种崇尚暴力的手段来吸引人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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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云飞记 这是洛杨越比较有名的一个香菜馆 在这看着现在也很破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个烧儿体能中心 也是一个儿童娱乐场吧 也没有开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辆跑车俱乐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边还有一个小龙虾 这有一个舞蹈工作室 这那倒是还有点风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影像工作室的橱窗 里边陈列了几个老的照相和洗相的设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小吃的档口也都没有开门 估计都没有招商出去 车库大排档 应该还是没有开门的 空房子看来还不少啊 招租的广告 还有一家酒店 洛淫酒店 没有开门 这是一个摄影的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实体经济想恢复 看来也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 感谢观看